您好,请您介绍一下你的公司,还有你自己。 你好,我是TimTim的,这样说吧,我比较像是TimTim的一个大家座管家。 现在我们TimTim是以大儿童这个概念为主的,是这样做的。 我们今年的是以这个嘉莲华为主题,是做了一系列的那个产品出来的。 而且我们品牌的概念呢,就是以有着大儿童这个心态,就要做的比较开心啊, 还有那色彩比较鲜艳,这样来怎么说? 传递这个信息。 对对对,传递信息。 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就想说,就算长大了也要有一个大同这个心态, 就保持这个乐观和热情的,就燃烧我们的青春这样子的概念。 所以我们的衣服呢,通常都是比较颜色鲜艳一点啊, 还有那个穿着也比较年轻一点的,就比较小。 大概就做我们的品牌的定位大概就做到十几岁到二十几岁。 这个那个年龄成的一个。 你有试过就是以微博的方式去宣传你的品牌? 有,我们公司是有一个专门的,也叫TimTim这个品牌的那个微博, 是可以上去看一下的大家。 然后你通过360这个网页浏览过我们为你做的这个广告吗? 暂时还没有,但是现在是有一点是想去了解一下的。 我就到时候看一下是能不,有什么? 这个怎么说? sorry,没关系。 然后,呃,你觉得是线上的一些宣传呢? 在中国比较有效还是线下的,还是挺正面啊? 呃,我怎么说,我觉得两个都是有一定的宣传的效果的, 但是线上的,我就是说全国各地的都能看得到, 因为线下的话只能限定一个区域的。 所以怎么说是,呃,线上的那个宣传的力度, 还有那个信息的速度会比那线下快的多。 那线上,呃,因为全世界人看嘛, 而且是能及时是马上就能看得到, 所以线上的效果是挺好的。 嗯,好,谢谢。 嗯,你好。 这个是我们现在TimTim的出动款,是,是比较新的一件, 刚出的一件宝宝的衛衣。 它就以颜色还有那个拼接为主的, 就表达我们就,就算要表,要穿的比较鲜艺, 也要表现自己一点。 你看,就我们的颜色还有那个搭配, 还有小绣花。 因为我们公司是很注重那低调位置的 所以我们是有很多很小的细节上 是有做出很多的小小的一些 就是很很注重这一方面的事 这个是比较就castle一点的 大家都可以穿得比较舒服一点的 而且 我们现在也有做一些比较是像 这种比较难装一点的樱花衬衣 这是我们的新的尝试来的 因为这个是比较偏难装也偏正式一点的 我们以前是很少做这一类的 但是我们现在是想挑战一下这个领域 可以看一下 在剪裁还有布料方面我们都做的比较厚实一点的 这种就可以在那比较正式场合可以穿一下 就在里面穿件这种 可以穿一个西装 但又不会太成熟 所以可以在成熟之中有一点草味 可以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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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便 vague 说 说